美国前国务卿蓬佩欧预计在今天晚上会抵达台湾进行访问 除了将拜会总统蔡英文还要出席远景基金会举办的闭门座谈 不谅远景却在昨天收到了数名思绝失调者的恐吓信 声称要对蓬佩欧不利 而根据邮戳这封信是从新北市中和寄出来的 警方目前已经调阅了监视录影器 并且采集信件上遗留的指纹跟DNA 希望能够尽快地揪出嫌犯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欧二号访台 但一封恐吓信却惊动了警政国安甚至是外交高层 蓬佩欧4号将出席远景基金会举办的闭门座谈 没想到贵宾人还没到 1号下午远景就透过外交系统报案 因为收到了恐吓信 内文全部用电脑打字列印 开头就说美国流氓蓬佩欧来台行程将予以射杀 请准备棺材 庶明思绝失调者的歹徒甚至声称 美国恶棍借口伊拉克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在伊拉克杀了500万人 至于信封外投则是用手写的 收件地址以及远景基金会收 警方接到报案发现 邮戳助记这封平信来自于新北市中和 即可能是透过一般普通的油桶投地 根据了解这封恐吓信是透过平信的方式来寄送 也就是透过油桶 不过很多油桶附近都刚好没有监视器 因此增加了警方查气的难度 投地的时间地点又不明确 想要以此追人不容易 监视小组已经同步采集了信件上的指纹和DNA进行比对 根据了解远景基金会在3月1号早上9点收到信 11点将信件打开后发现不对劲 立刻乘报外交部 再报警警方处理 我们会确保Mike Pompeo前国务卿 在台期间的各项的节目都顺利地进行 信件中用词激烈 恐吓意味相当浓 到底是谁在这敏感时刻扬言要对Pompeo不利 警方不敢大意 加快脚步要抓到嫌犯 查出他的动机 接下来在湖南台北上报道 我国今天本土是加2 境外加47 而随着疫情逐渐的趋缓 有民众很关心了 到底什么时候全球可以解封 专家点出7月前的确有机会半解封 纪约官程中分析 欧美一确可能会率先大解封 但是大解封也会伴随着大流行的发生 强调台湾不会同步 会再慢一点先观察一下国外的状况 另外也要来观察3月7号 入境检疫天数缩短成10天之后 会不会对社区造成新的影响 同时也要留意国外疫情的发展 避免跟香港一样出现大爆发 所以台湾还是要步步为营 7月以前我们真的可以半解封 我觉得有希望 但是完全解封是可能还不会 继3月1号口罩令为解封后 直言暑假前全球还有可能半解封 直播官程中点头赞同 认为欧美会先启动 同时也点出隐忧 欧美的可能性是蛮高的 不过必然在大解封会伴随着一波的大流行 如果能够顺利度过的话 不如一个坦途吧 但相比欧美狂疫情已经在国外 造成大流行社会氛围也相对习惯 反过台湾社会还无法承受 必须步步为营 这个大解封的脚步 我们是不会跟他同步的 我们会比他慢一些 但面对国内防疫 何时能再松绑 台湾公外学者分析 只要每周境外移入各岸 住院人数没超过350人 这是可以开放的指标之一 万一大于350 那么有可能我们的解封指数 就会受到影响 医疗能量就会受到挑战 多少人不至于那么担心 现在比较担心 人太多的时候 就是对防御旅馆的压力变大 还是要注意就是说 从14天改成10天的一个影响 认为谈解封的前提 有两大观察重点 第一是3月7号边境检疫松绑后 会不会对社区造成影响 第二流意国外疫情发展 从落地裁检分析 近期欧美确诊数有在减少 但从中东东南亚入境的 阳性率却变高 临近的香港也是借鉴 开放之后 那必然确诊的案例一定会增加 但我们不希望现在看到 香港这样的一个爆发型的 那样确实对整个社会 会形成一些伤害 其他解封又采渐进式 等3月7号的考验通过之后 才有可能再放松 902D拖斗 持续进入春天 这个星期六将迎来 24节期当中的金值 这天过后打雷的现象 会越来越多进入雷雨季 根据统计 去年台湾周遭 总共发生了 大约1200万笔的闪电 数量最多的前三名 分别是台南市 南投县还有高雄市 而闪电密度最高 也就是最容易被雷劈的 县市由嘉义市夺冠 已经是连续四年蝉联第一 一道道闪电批下 照亮整片夜空 这礼拜六即将迎来 24节气中的金泽 春雷将敲响一年一度的雷雨季 打雷的现象会越来越多 而雷神最爱的县市排行榜曝光 2021最雷县市 第一名为台南市 第二名为南投县 紧接载后的分别为 高雄市嘉义县核心北市 细看闪电发生数量的前十名 中南部上榜的比例高 而依照各县市面积大小 闪电密度最高的是嘉义市 已经连续四年蝉联冠军 接着是台南市 第三名为嘉义县 落雷密度高 也相当于最容易被雷劈 去年台湾周遭共发生近一千两百万笔闪电 数量多寡大多与午后雷雨有关 要避免雷击提醒打雷时 最好进到室内 在室外则尽量别到空旷地区 避开树下水源处降低被雷神锁定风险 记者综合播的 上班族肯定都有过这样的经验 下班后或者是休假日 接到主管疯狂地传LINE 交办工作 大多数的人还是会摸摸鼻子照做 但是台北市劳动局 祭出了三大招 要教大家怎么样来应付 这样子的状况 第一可以直接地回问长官说 这个可以上班时间再做吗 或者是第二句话 要我做可以啊 但是要付我加班费 或者是反过来问主管说 在家处理工作的话 出勤进入该怎么算呢 结果这个交战守则一出 马上被广大的网友给骂翻了 说啊 劳动局真的是不食人间烟火 如果照着做啊 肯定会出大事 下班时间主管八整理不放 LINE讯行响个不停 疲劳轰炸快受不了了吗 这回北市劳动局祭出三大招 要教你怎么应对凡人主管 交战守则 可以有三种回复方式 第一直接回问长官 可以工作时间再做吗 第二要做可以 但要付我加班费 更可以反过来问公司 在家里处理工作出勤 记录该怎么算 可能第一个人说 老闆就说来你这张招牌 你明天才好不用来啊 不行吧 感觉很白目的 这样的感觉之后 就会一直被顶 就会觉得 你在跟他讲热色话 然后他就知道你醒着 所以他就会叫你把事情做完 守则一出大家真的满脸问号 究竟谁敢这么回啊 照做肯定出大事 这种反教材隔天等着被消失 现实生活 碰到这种主管该怎么应对 大家似乎都有自己的一套 把实际关掉 假装没有做事 分类的事情都做完 就我觉得我达到我自己的目标 那我可能会这样做 小编在用字上面是 的确是比较直白一点 正常的回应 是比较需要婉转一点 不好意思我直接休息了 那这个部分可能可以 明天我进办公室后 再来做进一步的处理 发文的北市劳动局 还出面强调不要照做 小编的建议 进攻参考 借台北综合报导 小编程 一礼 平坡 一礼 也要 一礼 选 词